摩羯座是有目的性的交往 他们并不喜欢太随便的交往或明显不会有结果的感情 摩羯座会一直思考接下来的规划 所以他们可能只会跟看得到未来的人在一起 他们也非常有野心 因此会被有同样干尽的人吸引 摩羯座以高标准看待自己 但他们可能会将同样的压力助加在伴侣身上 他们需要练习更体恤 更具同理心地对待他人 而不是放大交往对象的每一个缺点 摩羯座与哪个星座最契合 摩羯座与巨蟹座通常相处得不错 巨蟹座是与摩羯座相反的星座 因此他们拥有一些摩羯座希望获得的特质 巨蟹座非常细心与善解人意 他们或许能带出摩羯座敏感的那一面 当摩羯座结束压力很大的一天 巨蟹座能够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关心 并鼓励他们聊一聊心事 这两个星座都喜欢共同建立一个稳定的家庭与生活 巨蟹座也是摩羯座会自然被吸引的星座 这两个星座都喜欢规划事物 他们能够理解彼此需要做好整理的习惯 摩羯座能够欣赏巨女座处理事情的细腻度 反之巨女座也喜欢摩羯座言而有信的特质 不过他们需要注意自己有时候可能会对彼此太过严苛 最后 摩羯座也很适合跟摩羯座交往 这两个星座都勇于追求目标 他们会鼓励彼此朝着目标冲刺并做出实际行动 摩羯座可以多多学习摩羯座的乐观天性 以及自信追求新体验的特质 这两个星座唯一可能会起冲突的地方 就是当两人都想当老大 或是想做决策者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难与摩羯座交往 摩羯座非常认真的看待交往这件事 他们可能从一开始就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他们很难顺其自然地去认识一个人 因为他们必须知道这段感情能不能长远地走下去 摩羯座也会以放大镜审视他们的交往对象 但这可能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不安全感 除此之外 他们通常不会显露自己脆弱的时刻 跟他们不熟的人可能会觉得摩羯座有些高冷 在交往期间 也很难看出摩羯座是否对你感兴趣 因为他们不擅长公开地表达爱意与热情 跟摩羯座交往是什么感觉 摩羯座喜欢妥当地安排好接下来几年的人生 因此他们在交往时 也会喜欢与对方讨论未来 他们需要知道这段感情是有未来的 他们在感情中花的心力并不会白费 摩羯座喜欢掌控事物 所以他们与对方去约会或旅行时 往往是花最多时间安排行程的人 他们希望一切都很完美 所以他们可能会在很早之前就预约好行程 摩羯座也很重视仪式感 所以他们开始一段新恋情时 会希望交往对象主动打电话给他 或是在特定节日前几天就先约好他的时间 摩羯座应该避免跟哪些星座交往 天蝎座和摩羯座交往的话 双方可能都会很强势 这两个星座都有某种程度的掌控欲 所以他们可能会争着当老大 如果这段感情要成功 他们双方都必须释放一些权力 偶尔顺着对方的意思走 往好处来看 这两个星座都非常忠诚 所以很容易就能对彼此许下承诺 水瓶座是另一个让摩羯座满头雾水的星座 水瓶座极度不喜欢守规矩和传统 这可能会让摩羯座稍微反感 摩羯座可能无法理解水瓶座的斗趣之处 以及他们天生与众不同的个性 这两个星座都没有错 只不过对人生的见解有着天壤之别 不过摩羯座与水瓶座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他们都以超高标准看待自己 他们可能会让彼此更严格审视自己 并觉得自己在这段感情中永远做得不够多 坠入爱河的摩羯座是什么样子的呢? 当摩羯座坠入爱河时 他们可能会展现出其他人很少看到的一面 他们可能会表现出自己的脆弱 也不害怕显露出内心的感受 因为摩羯座十分看重承诺 当他们选择与一个人在一起 这代表他们会全心投入 并且尽一切所能让这段感情成功 摩羯座并不常在某人身边放下戒心 因此他们这么做的时候 其实意义很大 原文出自Vogue UK